其實這次的展品是第一次公開展覽 因為我們過往都是一些私人的展覽 這次是特意為了響驗這個好學生計劃 而拿出了這一批作品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我之前也有看過學生的展品 所以就特意選一些跟學生展品差不多主題的作品 內容方面都是有中國、中東、美國、歐洲、日本、韓國 這些照片 那你自己有沒有覺得哪一張最有代表性 或者覺得這個比較感情深厚一點 其實我比較喜歡在一批中東作品裡有一張叫玲瓏的作品 因為那張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看著一個遠方、一個希望的感覺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這張作品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學生或者很多香港人 都會受到國際輿論的或者國際傳媒的影響 就以為中東人都是冷酷的、無情的、殘忍的 但是我去過中東的很多國家 包括伊朗、埃及、約旦、朱利亞等等地 看到中東人並不是我們想像之中這樣的 其實他們是和善的 因為他們自己充滿希望的一面 所以我希望憑值這一張的照片 這樣可以令到各位的學生無知道 其實走萬里路才是真正了解到世界文化的重要 非常之有意思